熟 岳父大人送来16斤牛腱子 咱们今天是简单做一个 抽集下船的酱牛肉 现在把这个牛腱子 咱们给它泡一下水 找到这个大桶则 给它割地下 咱们把牛肉 泡到了一个桶中 然后咱们把牛腱子 先给它泡上2个小时 泡一泡血水 继续准备咱们的老演员高压锅 里边稍微来点水 准备一根大葱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 水微微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成热 咱把提前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简单咱们把葱姜给它炒香 然后来上一袋这个银口这个豆瓣酱 再来一袋 来上一袋甜面酱 熟火咱们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熟火咱们把酱给它炒香 然后稍微来点这个生抽 然后咱们把炒好的料倒到锅中 还有干辣椒下倒锅中 再给里边稍微来点蚝油 来点盐 调一下咸口 这个不用上高压 咱们把它煮上一个半小时 然后泡上两个小时 咱们煮好以后啊 给它冷藏一夜 出辣椒面增香 细辣椒面咱们增加颜色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再来点花椒粉 再来点十三香 然后给里边 然后稍微再来点香油 给它搅一搅 给锅里边稍微来点这个豆油 油温三次沉热啊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洋葱香菜杆 下到锅中 把料炸至微焦捞出 把料炸至微焦捞出 然后把烧热的油啊 给它焦到辣椒面中 先给它焦上一部分 咱们给它个冷均匀 最后灵魂一泼 然后来点高度白酒 来奶奶盛醋 整个状态相当哇塞啊 说说这颜色啊 这牛肉的颜色一般啊 今天这牛肉就是色这些 一般啊 没放老抽 你看里边有筋有肉啊 有没有肥有瘦啊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猫不吃熟肉 每次切肉的时候 它都眼巴巴看着我 我刚才给它扔了一块这个酱牛肉 它居然不为所动啊 待会给大家再表演一下 成了猫不理了 接下来我再吃了 接下来咱们煮个面 水开后啊 咱们把面条小油菜下到锅中 给里边来点这个卤牛肉的汤 香菜葱花 接下来咱们就是咱们的灵魂小辣椒 直接搅鸡 小牛肉来上一点点 这个味道就是出面煮的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想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我想 唉 来来来一口来一口 咱们这个小面 来一口 哇 相当满足了 呵呵呵 嘿嘿 哎呀 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受不了了 先来一口 嗯 哦哦 哎 好吃啊 终于可以畅快自在痛快的吃辣椒了 嗯 嗯 这一口烂盐菜然后直接变成小松鼠了 哇 哇呀 哇 就这一块的 谁不迷惑 哇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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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面不吃蒜 腺胃少一半 直接来上一小块的 小牛肉 很简单单 我敢说在座的各位 就这个牛肉量 在南州牛肉拉面店 怎么着也得一百块 不过以我的实际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一个电话给我老丈人 这些数寿司 啊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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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哇 费 一ielen 一苦 就行 我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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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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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剩点福根 我都烧一点依依不舍